5月22号是马来西亚重大日子 新政府13名内阁部长同一天早上打卡上班 简称墨沙部的国防部长 莫哈墨沙部 草根味十足 被网民称作最接地气部长 他即便是当了官 还是不改幽默作风 笑称第一天上班很紧张 要好好适应才行 短短几句话 就把现场气氛给炒热 不得不佩服墨沙部 与生俱来的搞笑天分 值得一提的是 墨沙部第一天上班就迟到 把原定在早上9点10分的仪式 延迟到9点半左右才开始 于是有记者就提问 是不是住得太远才迟到呢 墨沙部再度发挥幽默本色 墨沙部当上房长的第一场记者会 除了幽默和笑声 他也正经八百地透露 自己会调查前朝政府涉及的国防丑闻 包括轰动一时的潜水艇军购案 前朝政府在2010年赤资 将近67亿令吉的天文数字 向法国购买了两艘鱿鱼型潜水艇 引起非常大的争议 如今墨沙部新官上任 且看这名草根部长能否明察秋毫 查个水落石出